从普通战士到团职干部 他在火热的军营完成身心的蜕变 从小区保安到企业劳总 他在陌生的领域书写全新的精彩 军女人生即将为您播出 周人权 我的团队 我的团 我叫周人权 今年五十岁 来自安徽全郊 现在是一名奋战在地方的辅转军人 十九岁那年 我离开家乡 参军入伍 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 我从一名性格内向 若不禁风的大南海 成长为一名零力风行的团职干部 十九年难忘的军女时光 更成为影响我一生的黄金时代 2004年 我离开部队 自主择业 从训练场到商场 从团职干部到保安 使一场挑战更是一次出征 十年过去 我最终打造出一个拥有五千多名员工的集团了 很多人问我成功的秘诀 我想说那段从军经历是公司发展的元气 更是我干世创业的底气 直到现在 我还是常常想念在部队的点点滴滴 想念了鸟鸟而熟悉的军号声 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 一辈子都会感到珍贵 替武不替色 我就是中人权 俗话说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冰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年来 有越来越多的军官告别绿色军营 拖下军装走向社会 面对新的环境 新的岗位 新的面孔 压力和阵痛不可避免 十几年前我们的主人公周人权 就曾面临过相似的问题 如今十几年过去 周人权被江苏省卫宣传部 江苏省军区政治部评为最美副转军人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周人权 领略他转身之后的精彩 我是1985年10月 入伍到原南军军区某通讯坛 在部队工作20年时间 2004年我选择了自主创业 一年一度的退役工作展开之际 周人权再次来到部队 讲述自主择业的难忘经历 分享一位老兵的绿色情景 对周人权而言 每次走进军营 就是踏上了他的寻根之旅 小时候在部队就是学汽车 学这个车床 车床谋床 虽然早已离开了部队 但军人这两个字 已经深深落在了周人权的心中 19年的军律生涯更成为他生命中难以磨灭的印记 他也是第一批自己创业 1966年周人权出生在安徽全郊县的一个小村庄 1985年在连续两年高考落榜后 他被自己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参军入伍 不过由于从小体弱多病 来到新军连没多久 周人权就吃尽了苦头 你体站到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后 就容易会发晕 单双冠 经体能训练 我跑不上去 所以说当时体能训练的时候 我总是拉得后腿 好胜的周人权 为了能够跟上大家的训练节奏 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加烈 别人都无税了 还在说别人利用时间去干别的事情 还在处理个人的事情的时候 我自己就在操场上 到训练场上去进行训练 除此之外 周人权还主动帮厨打扫卫生 积极上进 内向寡言 是当时他留给大多数人的印象 当时我的指导员就跟我讲 你这种性格想在部队工作的话 可能还是有问题的 所以当时他经常会问我 小周有什么想法 我说不要回家就行 那不要回家不行 不要回家 你必须要有这种素质才能不能回家 指导员的这番话 深深地打动了周人权 为了能够长期留在部队 他开始有意识地改变自己 比如说我以前是 不敢面对同事 都可能讲话 各种方式可能都掌握不住 但后来我竟然能够 在年代里面进行演讲 他给我人生的变化 是我要学会改变自己 直面困难挑战自我 是周人权在部队学到的第一课 也是改变他人生的一课 1987年 周人权考入天津运输工程学院 1989年 周人权军校毕业 分配到南京军区 安徽用安汽车技工训练大队 1994年 他被调入南京军区通信修理所 从事后勤管理工作 那段难忘的军旅生活 不仅磨练了周人权的性格 也给予了他极大的信心 2004年 周人权所在部队进行整编 他选择了四处色役 我们一方面是 不想给国家减麻烦 添麻烦 安排一个团的干部 毕竟还是有位子 另一个方面 也是想给自己寻找一次新的机会 也想给自己一个新的 一个舞台 脱下军状的周人权 带着十万块钱 信心满满的前往上海 做面粉批发生意 然而 由于缺乏经验 三个月下来 他就赔得干干净净 血本无归 整整一个月 周人权都沉浸在一种失败的情绪之中 后来部队一位老领导了解情况后 介绍周人权从事物业管理工作 不过原本可以到办公室工作的他 却执意选择从保安干起 通过我的体验的生活 就通过我的阅历 还在说保安的这种经历 他会告诉我 保安在想什么 主管在想什么 经历在想什么 业主在想什么 房地产公司会想什么 今天我们在这里 按照训练大方要求 进行保安训练 希望大家在训练过程中一定要认真 下面我们开始训练 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从团职干部到保安 周人权要面对的除了巨大的心理落差 还有艰难的现实环境 环境很乱很差 卫生条件也很差 所以这是我无法忍受的 以前是个团职干部 蹦一下过这种日子 这个生活的环境 对我来说影响是非常巨大 站在上风格将近两米远的地方 然后面对的火源进行灭火 不过对周人权来说 最难忍受的还不是生活条件的艰苦 而是内心那种不知何时靠岸的漂泊感 不确定的因素很多 不是说做保安的时候 我就想到做经理 我就想到做老总 他不是这样 就当时实际上是很迷茫 做保安的过程中 对未来的一只想法是很迷茫 后来说很看不到 看不到方向 最窘迫的日子里 周人权常常想念部队 想起自己在军营的岁月 而这也给了他挑战自己的不借动力 短短三个月 他就走遍了近千户人家 转变了小区的每个角落 这是我的这个小秘密 是我在做保安的时候 做的保安日记 支持一户人家 反映着垃圾地方在窗口 已反映多次不予解决 我亲自到县场陪你道歉 便成了明天早上八点前 一定给清理干净 看起来这个记得这个这个小事情 但是常年累月 你的所有的细节的事情 你都知道了 然后你就会积累一次经验 而小区到底怎么管你啊 然后所有的细节的东西 你只要讲保安会容易发生什么 我都知道 小区容易发生什么 我都知道 业主容易发生什么 我也知道 晚上大家都休息了 猪人权 他要在简陋的民工房里 看书到深夜 睡觉 都是很少的 大量的时间用于看书 我要尽快的 一方面是体会 体会保安的生活 另一方面 要学习保安的知识 我也管理的知识 带着这种直面挑战的军人本色 周人权又在其他几家公司 经历了不同岗位的历练 2005年6月24日 周人权注册成立了南京 和谐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我叫周人权 今年50岁 来自安徽全郊 现在是一名奋战在地方的湖转军人 很多人问我 成功的秘诀 我想说 那段从军经历 是公司发展的元气 更是我干事创业的底气 直到现在 我还是常常想念在部队的点点地 想念了寥寥而熟悉的军号声 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 一辈子都会感到珍贵 替武不退色 我就是周人权 军旅人声正在播出 周人权 我的团队 我的团 原南京军区司令员 向首制上将 曾对周人权说 在部队 你是一个好兵 回地方 你要做个红色企业家 这句话是刻在周人权心头的一句真言 更是他一直努力的方向 不过 商场如战场 也是需要一番历练的 对于刚刚创业的周人权来说 能否在第二战场打一场胜仗 仍然是个未知数 2005年注册成立公司后 周人权第一时间 就从全国各地 招来30多位退伍战友 实际上军人有很多的特质 军人首先呢 他能够保卫好国家的话 他实际上就能保卫好小区 然而军人有很多的工作作风 很适合未管理 首先 他的执行力很强 第二个 军人很负责任 有军人经历的人 他的工作非常认真 另一个方面 由于我本人是军人 所以说我很喜欢军人 我对军人有一种非常强的情节 然而万事开头难 公司开账三个月 以单业务也没有接到 虽然有公司了 有名字了 但是没有业务 三个月都没有进账 员工也没有工资 这时候很麻烦了 找几之余 周仁全决定另辟蹊径 带领员工给老牌物业管理公司打工 而他接到的第一单业务 就是一家最难管理的老旧小区 一时间周仁全的压力大到了极点 但想到身后的战友兄弟们 想到自己在军营的历练 他决定啃下这块硬骨头 不是不怕困难 而是不断地去解决困难的过程中 你增长知识 增长能力 让你能够解决更多的困难 停着这股劲头 周仁全带领战友们克服重重困难 几个月下来 就使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首战告急 和谐物业打响了名号 良好的服务和口碑 也为周仁全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订单 短短五年 和谐物业就升级为国家一级资质物业管理企业 还圆满完成了亚清会和清澳会等重大保障任务 这是我们网站上的一个照片信息 比较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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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这个公司的王法 能够得到了提拔 得到实用 随着时间的流逝 周仁全内心的军旅情节也日渐加深 打造一支由大量副转军人组成的团队 是他内心一直以来的愿望 由于我本人从部队选择自主创业到地方来的时候 我就体会说军人找工作是不易的 所以说我亲身的体验 使我对军人就业的过程中 我有一种担心 我希望军人能够很快找到自己的工作 我希望很多的军人能够在我们的平台上面 施展自己的才华 我愿意提供这次机会 他的运工有五七多好人 但是他那个军人就占五八多好人 岛园那里占了有一百多个岛园 就是部队的 所以说他这种氛围来给这个军人的 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到人类 很倾向 那天我们来就讲 我说最起码干的六十岁吧 我是喜欢 而且我这番工作跟我特别 就是特别适合我 因为我本身也就等于是干了一辈子的技术 就中间就是说刚刚自主则业那几年 做了几年生意 其实都没做好 我觉得这个工作非常适合 而且这里面的就是 能力关系也很简单 在周人权看来 复转军人的高度执行力 和不畏艰难 敢打敢拼的气质 恰恰成了让企业 立于不败之地的杀手锏 为了给他们一种归属感 周人权还特地成立了军人之家 我们转业军人在一起 经常会搞活动 搞旅游 搞交流 搞各种活动 包括我们自己的互相帮助 平时他这么忙 他有时候要找我们谈谈心 或者问问家里的情况 问问工作情况 有什么事情 他能帮助你 他都能帮助你 对于公司里 有创业梦想的复转军人 周人权还会给予资金 或项目方面的支持 帮助他们闯荡商场 因此他们私下称呼 周人权的公司 为创业的黄埔军校 他们有好多人来喊他校长 就是我们就是有 特别是好多是什么呢 就是从我们这个公司 出去以后 自己又创业的一些 因为我们公司就是 我来的还算比较晚 他们早期的 早一点的 大概有十来年了 对吧 十一年了 有不少就是跟着周总做的 就是过去跟着他干的 今天我们南京和谐物业 机关党支部 在雨花台逆事宁园 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 和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随着公司的复转军人越来越多 党员越来越多 2008年 周人权向企业助手地 秦宏接到工委 申请设立党组织 并于2013年4月成立了党委 我们公司挂的是红旗 挂的是党旗 走到哪里 按照末星的形式来说 都对着一个党员的标准 对着一个 不定一个和格彬的要求 来抓自己 我经常讲 党组织本身就是 我们企业的生产力 企业的生产力来自于什么地方 就来自于优秀的员工更多 优秀的员工多了 这个企业它的发展 就跟其他的企业 有很大的区别 主营物业管理的同时 周人权也在不断谋求企业 转型升级扩大规模 2016年 周人权注册成立江苏和谐动力集团 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业 不断设立目标 不断接受挑战 是他为自己选择的征程 也是他退伍 不退色的真实写照 这就是我的军女相册 就是从我当兵那天开始 一直到我离开部队的 每个阶段所拍的一张照片 比较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我在中山林 照的第一张照片 也是我进南京城 照的第一张照片 新兵领的时候 另一星期六星的一天 然后班长带着我 我穿着小布鞋 如今每当回忆起自己的军旅时光 周人权的内心都是满满的幸福感 对他而言 变化的只是角色 不变的是军人本色 他会带着那份军旅情景 和他的团队继续奋战在第二战场 就在不久前 周人权的公司被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评为 江苏省自主择业 军队转业干部就业创业示范其地 他说 这是肯定和鼓励 更是自己前行的动力 未来 他将带着一颗冰心 继续勇敢前行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要了解更多的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关注军旅人生 微信公正平台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什么样的力量 让他刚刚摆脱了死神 就继续寻找党 什么样的精神 使他耗尽一生 证明自己的党员身份 什么样的动力 令他义无反顾的抛去过往 加入党组织 军旅人生 下期为您讲述 盘点2016 铁心跟党走